驻洛杉矶办事处长令胡荣达即将荣申驻加拿大代表 美西南地区的侨界特别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晚宴 那么当天晚上超过700位的侨界人士出席 欢送这位已经三度在洛杉矶服务的处长 在这场由南加州61个侨团所共同筹备 欢送驻洛杉矶办事处长令胡荣达晚宴开始之前 超过700位的各侨团代表侨领就已经把会场挤得满满 要来对令胡处长献上感谢与祝福 当天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洛杉矶社区学院理事五国庆 世华工商妇女会南加分会 美西华人学会等多个社团组织全都踊跃出席 并轮流与处长一家人合影留念 场面热闹 接着在众人的掌声中 令胡处长协同夫人步入会场 中华旗队并以最高规格的军礼建门礼 欢迎两人 无人大学校友会 传统桥社刚舟会馆合唱团 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 纷纷献上歌舞表演 展现南加桥界的热情 由于即将荣升驻加拿大代表的令胡处长 是三度来到洛杉矶地区服务 因此累积了丰沛的人脉和友谊 这次他的离任 桥界朋友虽然都感到不舍 但也献上满满的祝福 希望令胡处长继续为台湾外交打拼 我想这个三度来洛杉矶服务 这是我很大的荣幸 那也这十年十一年的时间 跟洛杉矶很多的朋友 结交 都是相当好的朋友 那么我想今天 大家这么踊跃来观众 那么我想我也真的是 希望所有洛杉矶的朋友 平安健康快乐 美洲各地中华会馆联谊会秘书长黄金泉 世界台商联合总会总会长杨姓 分别以传统桥社以及桥商代表致辞 各界官员桥林也纷纷送上感谢状 和纪念品表达他们的祝福 最后令胡处长 也在多位桥林伴舞之下 献唱朋友 将双方美好的情谊永存心中 他和观点是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 和观点赞访报导